前行提奧 弗莱恩及时出现 并帅气地将蛋哥救了出来 但美兰子一族的一席话 却对蛋哥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气氛顿时变得严肃了起来 怎么办 蛋哥好像很难过 我是不是该讲一件事我安慰他 赶快想想小时候难过的时候 哥哥都是怎么安慰我的 弗莱恩别难过了 我讲个笑话给你听 啊我想到一个很好笑的 有一天啊 有一个人叫小赛 然后 哥哥讲的笑话我没有一个是听闻过的 努力是个阿佛 该讲什么才能让他的心情 啊没时间难过了 我得赶快回家才行 心情快复了 他们说有一个模仿一族的 到我们家假装我 真是不知道有没有被他骗到 那我们先离开美男子一族吧 出了边境 我再叫出坐骑载你去 好麻烦你了 虽然现在讲可能有点晚了 但配不配得上绝对不是那些外人可以决定的 因为没有人知道你们俩这些年经历了什么 也没有人比你们更了解彼此 以前记得你的对话框只能维持30秒 现在已经可以维持10分钟了 过奖了没有你出的那么厉害啦 而且居然还能变出食物 但为什么猴子们吃了香蕉后就通常不得了呢 在叫出实体对话框之后 只要在下一句补上属性 就能在对话框消失之前赋予该属性 这是我以前在山巷修炼时观察大自然学习到的 哇你用胡子感觉好med喔 为什么你能看得到我的想象画面 前面就是真灵了耶 我们到边境了 飞回去大概会夸半小时 还要半个小时 那真子会不会 比我上来想 真子一定会没事的 可乐要麻烦你用最快速度了 弗莱恩 交给我吧 我们会尽速赶到的 坐上我的坐骑准备出发吧 此时 真子正好抵达米兰子一族的边境 他一眼就看到了远方的蛋哥 但 一只超大的怪物却把蛋哥叼了起来 而旁边的人似乎在指示的怪物吃掉蛋哥 真子顿时怒火攻心失去了理智 并朝他们冲了过去 可乐 你给我强大又熟悉的味道 弗莱恩一转头 真子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后 真子二话不错了就把模仿一股往事就受砸去 等等我们不是 啊 可恰 他的实力又变得更恐怖了 下个瞬间 真子已经将落下的蛋哥接住 并把他报王人出案制 宝贝 宝贝 冷静啊 那是弗莱恩啊 就是小时候我都带会那个弗莱恩 是他救我出来的 没事没事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幸好你们都很强 所以没有受伤 还好你平好无事 还好了 还好了 对不起宝贝 让你担心了 我们回家吧 已经没事了 你这帮我 我我就没有 我 感觉 是我 我 你 那我 我就 在 我 我